每年4月份是台东的达鲁马克部落小米除草季 25号上午部落的妇女带领着女性青年来到了小米园 一边进行除草的农物 一边还传承着传统文化 同时也象征着女孩要对变成为女人的里程碑 透过镜头来看看 她要断掉 要拯救她 两位部落女性青年试图用草绳捆绑 挽救被误拔的小米 可见除草工作不是想象中的容易 体会到他们对自然的一些爱护 其实有来会让我觉得更亲近在这个环境里面 每年4月间小米迈入孕穗期 以小米为主事的达鲁马克部落族人 便会举办小米除草季 由妇女带领年轻女性分别至各家进行除草、提苗等工作 不仅是为了有利作物生长 背后跟代表着文化传承与女性身份蜕变的重要含义 一起同工 大家一起辛苦 那大家一起教育我们的小姐成长 那你如何来保存这个食物如何来分配 然后如何去经营一个家庭 这样子 然后以后如何去传承去教你的孩子 一年一度的达鲁马克部落小米除草剂 碰上新冠肺炎疫情 在文化永续的部落公式下选择延后办理 却造成部分小米已经结穗 不适合再进行除草工作 但却也意外让女性青年多学到了一课 建议小家会 北南相报道